拜佛为什么要烧香,祈福转运求笼罩现在很多人游玩的时候都喜欢上古寺,一是欣赏美景散散心,二是上香拜拜佛表达对佛陀的尊敬,那么上香可不是简单的点上香插在香炉上就可以的,还有就是在拜佛时也不是简单的一跪一拜就好了的,我是南洋风水师王刚,还没关注的朋友记得点点关注,再给你好运,再来关于拜佛礼仪中拜佛为什么要烧香,希望大家能喜欢。 拜佛礼仪烧香是佛教信众随约而行的正常行为,早起一炷香,诵经礼佛要上香,截日要上香,但是到底为什么要烧香?烧香的真正作用是什么?有多少人在思考这个问题,有多少人在认真对待这个问题,恐怕就难以说穿了,原因何在呢? 佛经中已经讲得很明白,是人的,刚强难化,不问究竟所致,无比殊胜的香积净土香在佛教修行中是十分重要的,不仅是一种形式,而且对于修佛人修行的进境和成就有着特殊的作用,这种作用是形而上的,是本性的需求,不是可有可无的,而是应该十分严肃对待的大事。 华严经,在,在广阔幽深的宇宙中有无数佛国,有无数香水海重重环绕,在,以真法界,中有,十方世界海,十方世界海,中央有,华藏庄严世界海,华藏庄严世界海,中央有,无边妙华光香水海,无边妙华光香水海,中央有,普照十方世界种,普照十方世界种,又含射二十种。 我们所在的苏佛世界及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都在第十三重,唯摩结晶,在,在苏佛世界之极上处,最高层,有佛土名为,中香国,十方世界种。 以中香国的香气最为美妙,相作楼阁,精行香地,远远皆香,其是香气,周流十方无量世界,中香国是,香机如来,的佛土,那里的天人不像苏佛世界的众生那样刚强难化, 香机如来说法也不虚文字,但以众香令诸天人得入律形,菩萨各个作香树下,闻思妙香,即或圆满功德。 为什么这样的殊胜境地,如此简便易行的修行法门,却无人问津,还是一句话,是人们的本性刚强难化所致, 从现在人们烧香的种种现象,我们即可看到事情的原委,大部分人烧香解释一种形式,是应付,实际上,香机净土,或,中香国,在国人的心中并不陌生, 从送,大书画家米福的,中香国里来,中香国里去,到毛爷爷的,中香国里进昭辉,都说明了人们对香机净土的了解与向往, 从对香机净土的了解,也可以看到真香在佛教中的作用,我想真正的修行佛法的大德,必将对香产生正确的认识。 感谢观看